11月24日 在温州龙岗上演了暖心一幕 一名五巡辅警为了救落水老人 大冷天光着腿跳入冰冷的河塘 23日晚上6点左右 温州龙岗警方接到群众张某报警 说家里72岁的母亲外出一直未归 接到报警后 辖区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 连夜展开搜寻 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 民警终于发现了老人的踪迹 在那个时代大到那个 旅定社区那个大桥那附近 产出了一个声音的声音 我们第一时间向声音的声音 方向跑过去 发现在桥下面一个老人 此时深陷河塘淤泥中的老人 已被河水漫过了腰部 浑身湿透打着哆嗦 由于河水温度低 怕老人体力透支 辅警装牵营 立即脱下了警库 光着腿跳入冰冷的河中试旧 踩着淤泥小心翼 向老人靠近 走到老人身边后 庄谦营扶着老人 让他将脚一点一点 从淤泥中抽出 之后牵着老人的手 护送他上岸 经了解老人离家后就迷了路 后因下雨露滑 意外跌入河塘 双脚深陷淤泥无法动弹 由于长时间受到河水的浸泡 老人的双脚已发白 手脚几乎失去了知觉 所幸民警及时找到救起 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老人家属为表达 对辅警庄谦营的感谢 特意赶到派出所送上警旗 据了解 辅警庄谦营今年50岁 从事公安工作已有16个年头 提及救人 庄谦营说不值得一提 这是自己的职责 每个警察面对群众 需要救助时都会挺身而出 记者刘芳芳点击报道